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講一個也是很重要的主題 就是我們早上3月13號禮拜五 那個是臨時的到AAIT裡面去澄清 那我們為什麼要澄清?我們要講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去澄清 因為我們台灣的國際人權 我們人權的問題 跟什麼關係跟兩次的控制案 我們主要澄清就是說我們台灣的人權有問題 就在瑞州CS令裡面這個控制案裡面 說的 他說第一,我們台灣人沒有國際社會 這個學法新進的政府 第二,我們的國情跟我們的負責都有問題 我們的國籍跟護照都有問題 還有第三個,我們是政治電域 那為什麼要政治電域?因為以前中華民國國民黨的 政府跟我們台灣 對,把我們的 台灣省 把我們竊戰 把我們該做中華民國台灣省 這就是政治電域 你說我們這些所有的澄清都去做兵 每晚都要唱完電名 我愛中華,我愛中華 對啊 現在台灣人你愛中華 所以我跟你說,這就是政治電域 我們以前的澄清做兵就 向阿倫,不管你教他也不教他 你如果玩電名你就要唱 我愛中華,我愛中華 我到現在都還會記得 雖然我努力的把它忘記 但是我還是記得 為什麼那個習慣 那個答案都要唱 唱到你後面 你真正是說就說 好像 人家說的 人家說的 漁英 磨英 瀟絞 你英文就記的,你塗在裡面 就變成你的習慣 雖然我可以刻意把中華民國 把他淡忘掉 但是他在不在,他存在我的記憶裡 變成說你不可磨去的一部分 你沒有教他 但是你也沒辦法 這就是政治戀獄 什麼叫做政治戀獄呢 他是一個思想上的壓迫 思想上的毒害 就是我們台灣人現在叫做独法 變成中華民國台灣人 沒有這種人 你知道嗎 變成說這是 在一個思 在一個思想上他迫害 你知道嗎 當然這跟這個 主權的關係 我前面就有講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人類思想上的 產生的問題 那你人類的思想如果產生大問題 那你所建立的這個政府 國 國家就會有問題 那是國家主權的問題 好 反正不關注 我們現在主要處理的問題 就是台灣的國際人權跟兩次抗美案 這有關聯 就是因為政治戀獄 所以我們才要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的內容有五個 第一就是抗美案對台灣的衝擊及影響 因為 為什麼需要抗美案 這個我要講一下 我要講抗美案的 這個原油 要給各位再說一下 因為 美國處理台灣問題一定是針對台灣的人權下去處理的 所以我要跟你講清楚 為什麼有抗美案 因為抗美案跟台灣人權是相連的 因為抗美案就是講台灣人權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抗美案跟台灣人權 那你 那你才知道你去AIT 陳情到底在陳情什麼東西 你不要說 是人叫我走 我就走 你為什麼走你要很清楚 你走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就是 台灣人的人權跟抗美案 這就是主要的 我們說的 再來第二就是 美國政府神經錯亂的一個中國政策 還有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是合法政策 這我要講 美國政府現在也來 也稍微有在錯亂 喔 他就承認對岸那個中國是合法的中國 然後又在台灣設了一個中國 這變作實際上是兩個中國 然後他 然後他又跟你講這兩個中國是一個中國 變作你台灣人你怎麼回去了 為什麼 我們這裡的中國 對岸的中國 你美國又講一個中國 不跟我們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變作人家在字面上都是被人家模糊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人也很害怕 也很混亂 也很錯亂 所以這叫做政治戀慾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你心經錯亂 叫中華民國給你抗皮 所以你才變作你投給他 你投給他 你投給他 你的人動就錯亂 你知道嗎 這就是政治戀慾 現在 美國也一樣 他也在你模糊 他也在你算 也讓你台灣人心經錯亂 因為現在美國也在你心經錯亂 所以要跟他們導正一下 你如果每天都在騙人 你騙到後面 你也自己騙自己 他就變成這樣 就是說美國那些政客 也在對我們台灣 在說八十歲 我覺得有些人也是很壞 美國的政府的關聯 不是每個都好蛋 一堆壞蛋 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什麼樣的國家好的社會 也有些人 同的 美國一些政客也一樣 他也在玩這個什麼 模糊政策在這邊 截取台灣的利益 所以我們台灣一直都被他們 犧牲掉 所以美國的關聯 不是什麼關聯都是好 未必 跟這個 中華民國 大片集團 同流合汙 美國關聯 還是有的 不是沒有 我相信這個顧問 應該都清楚 就是 中華民國跟 美國政府官員 多多少少都還有一些 偶斷失聯的聯繫 不是沒有 好 再來第三個 就是我們要說台灣人民應有的國際人權 我們要說我們的人權 因為這有法律的規定 也有美國法律的規定 這我待會後來再說 這個我們主要要說台灣的國際人權的部分 這個才是要害 我們昨天 3月13號 2020年 我們去那邊 AIT前面走 到底為了什麼走 要走什麼 所以我告訴你 你做人好事情 你的目標 方向還有原則 你都全部要抓緊 那個要點絕對不能夠偏掉 你那個東西從哪一邊來的 然後你要去哪裡 你都要很清楚 你不會說 別人叫我做我就做 你現在你做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能做 你做事情一定要很明確 你很明確 你很肯定才會產生效果 你要知道 我們人家的名字都一樣 你的名字很均勁 你的名字是這樣的 這實實在在是這個樣子 我們去是什麼法律 什麼目的 人家才會 非常 對方才會知道我們到底 你們來找我們請願是要幹嘛 像我們去跟AIT請願 跟日財交流社會 我們主要你說的 我們 台灣人民的人權 我們的人權 就是台灣民政府 本土台灣人的人權 請日本政府跟美國政府 跟我們打三個 我們台灣的人權 因為這個共和民國台灣 沒有進行 政治煉獄 我們現在台灣人民 就是我們這個台灣民政 有這輩 我們這個 法律的先行 我們已經先知道 所以我們先去陳情 請美國政府跟日本政府 跟我們台灣人 打三個 我們的國際人權 好過來我們要清楚一下 第一次抗美案的內容 這個我還是要講 那個重點部分我稍微講一下 還有第二次抗美案 這也要稍微講一下 讓你知道抗美案裡面內容是什麼 我說抗美案裡面 有三個 三個 三個比較 重要要講 第一 是林志生去告 第二個是林子安 他的順位是這樣 林志生 林子安 跟台灣民政 喔 所以我們要非常清楚 那林志生貴翁 那現在 林子安 那你就好好跟他待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他是原告 啊當然這個 台灣民政 是美國軍事政府幫我們設 人家 美國軍事政府 政府那邊 現在 雞排 台灣民政 代表人就是林子安 啊什麼原因 這法律規定 喔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 美國要用 人權問題 來處理台灣問題 你知道意思嗎 喔這樣 美國才不會被人家指責 喔所以他也用法律 那個美國政府也非常聰明 他用法律在保護自己 他怎麼說 我為了台灣人的林管 所以我給你設台灣政府 啊這個台灣民政 就是台灣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那這樣 美國才不會被人家 指指點點 你把中華民國消費 不是 是中華民國本來就要用消費 因為他是一個非法的流亡政權 所以美國把一個非法的流亡政權 消費掉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設新的台灣民政 做台灣政府當地 是沒有錯 這樣 人家才不會對美國非議 所以美國很聰明 他用法律保護他自己 他就說林港 他的美軍紀錄的時候 他就要新增我們台灣人民的人權 喔你以前叫 中華民國國民黨 怎麼幫你撇 你這些所謂的全部都出來 你這意思嗎 中華民國就多打 因為他 壓迫自己的那個什麼 他 壓迫人民 他殘害人民 然後美國要用人權問題 去處理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 非 這個什麼 這個中國 殘存 政權的問題 美國要做一個收尾 所以他為什麼去控美 叫林志森林子昂去控美 那個是都有安排的 喔 那美國基本上都安排好了 那你就走走吧 你就照樣下去 反正美國國務部那邊都有安排 你就跟著他們走就對了 法律指定 誰當你的領導者 那你就跟就這樣子 喔 因為未來 我們還有很多上司的 美國軍事政府那邊還會派很多人到我們上面 還有很多 那你來那你就是配合 你就尊重他就好 然後遵守法律 我相信這是醫藥爛的原則 那各位要習慣 各位要習慣 不管你習不習慣 他就長這樣子 我們來今天我們的主題 控美安對台灣的衝擊和影響 為什麼要控美安我們要講 我們先說控美安的結論 控美安的結論就是 美國 這個中華民國跟美美國最後都放棄抗辯權 這2017年8月1日台灣民政委新聞 來面講 我們要知道 我們控美安有三個 這是第二次的控美安的結論 Ratio CS令 Julian T.A. 就是林志生 林子安 跟台灣民政 你知道嗎 這三個原告 然後被告是誰 美國政府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你要非常清楚 誰是原告 誰是被告 因為這案是人權問題 這案是人 人 這案是人權問題 然後最後 他們放棄抗辯權 誰放棄抗辯權 美國政府還有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放棄抗辯權 那他們放棄抗辯權之後 美國總統國衛軍事政府就會按到相關法律來處理台灣的人權問題 這案在最高反應給他 各自待審 那為什麼各自待審很簡單 人家美國軍事政府要自己來審 為什麼 因為這案是四季大案 所以要自己來審 所以 中華民國 我看 可能非常的不妙 我們如果開了它就是準備要秋節 中華民國就結束了 中華民國其實本來 他本來就結束了 那只是說你結束完之後這個新的政府要怎麼起來 是不是 所以這案不是說只有把中華民國結束掉 那你台灣的台灣政府 那你美國是要按照相關法律來處理 沒有錯 那美國軍事政府到那個時候就會把你 台灣民政府 你知道 正式 有美國總統來幫你補打 他就說這個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府就是 我們的台灣政府 你這個台灣政府你就補 因為這是法律問題 所以也是各自用法律來處理 那 美國政府他們就 有一個 好的法律界 沒有 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法律規定的 因為你現在台灣人你沒有政府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因為中華民國政府不是台灣政府 他是一個什麼外來政權的 中國殘存政權 他屬於流亡的狀況 他不是台灣政府 那所以美國要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個都是法律問題 所以他用這個控美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都放棄 抗辯權 那美國就可以按照這些法律來處理 那一樣我們控美案有兩次然後三個案 所以我們情侯總共有三件 但是 各分都兩件 因為 第一案有兩次 第一案有兩次 那第二案只有一次 所以是總共有三次但是他是 算是兩個控美案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一組的 什麼原因呢 因為 我們第一次控美案的時候 第一 第一部分的控美案的第一次控美案的時候 我們被駁回 然後駁回之後我們又上 我們又上訴 那最後 美國 美國法院那邊他接受了我們的講法 然後 美國紀錄政府那邊就幫我們設了一個台灣民政 他叫林智聲做代表 那個時候就是差不多在2008年 這案很過 到2010年才幫我們辦台灣民政 再把我們成立九位說我們台灣民政 成立了 這都是10年前的事情 我是2011年才來 當然進行2011年進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聽 那個資料是這樣沒有錯 那所以 所以我們這案主要的推手是誰 美國國防部在幫我們推 我聽說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們要說明一下 我聽說 我聽秘义主席也許說是 以前 美國他們的朋友 去找李靈緯 李靈緯再找出什麼人是 再找到林智聲 就是我們秘义主席說你推 建政法 剛才可能適合這個 不然這案子給你去處理 秘义主席這案子就接 接來之後他就在美國國防部的協助下去考驗 當然這個考驗我告訴你 實際上是秘义主席有 參考國防部的意見 一個 你知道嗎 就是林智聲參考國防部的意見 因為美國國防部對台灣的國際約是很了解 所以 這個 國防部跟秘义主席要怎麼去考 那個就是第一次的控美案 當然第一次控美案的時候 告的時候 因為這件事一定落 一定遲到60名 那個時候已經超過60名 所以 知道人都死了 所以告的時候 沒中了 我們第一次控美案的 第一部分的時候 那個我們第一次告的時候是被駁回的 他說 有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 那個我等一下讓你看第一次控美案的第一部分 你就知道 那當然我們 我們 第一次控美案的第二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 重新在上 重新在上訴 我們就取得了一些我們想要的結果 就是國防部跟林智聲他們想要的結果 然後就設了台灣民政 台灣民政就是在第一次控美案上 那是美國國防部幫我們的忙 這個我們講實話 實話因為這個是秘書長講的 那 我 把他原話把他保留下來 跟你講 他其實是將來 就是 應該是美國國防部的人找 李林匯 李林匯找林智聲 林智聲去控美 林智聲的控美要什麼人幫忙 美國國防部幫忙 所以這案實際上教外理解是 美國行政部門之間的訴狀 就是美國國防部在告美國國務院 你知道美國國防部你告國務院這樣子 所以 美國內部的一個人權告訴 針對台灣 那當然 秘書長算起來算 白手套 那我們的想法問題 秘書長林智聲是白手套 那林智聲是不是 想當的人也是 就這樣子而已 事情很簡單 你知道意思嗎 他都是國防部派台灣民政要來幫忙 這樣就好了 想事情比較單純 這樣就好了 那你就配合他 他就是美國國務院現在 指定的 代表 你這樣意思嗎 你幫助台灣的人權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想事情很單純就好了 國防部那邊是好意 他整案他都控制住 所以你這案絕對跑不掉 很安全 在美國總統的肚子裡面 很安全 你放心 人家 美國總統國會軍事政府 他們 會把我們當時想辦法 所以 我也 跟各位說一個 比較正確 你說 我說 我說是在外 你說你說 軟軟的做 你在那裡 在那裡 等這案子也會成功 你知道嗎 這案子也會成功 你想想說 因為這案子 背後是 美國政府在殺 他們主動要來協助我們台灣人 不是這樣啦 好 所以我們要非常清楚 原告跟被告的狀況 這案子在 最高海南民有 留底 這是第2次控制案 RAGEO CES令 Petition V United and ETL 跟中華民館 然後這個是 July 7 就是 7月7號 2017 這案子 剩五個結論 他的結論是 割製待審 那為什麼割製待審 因為 在美國法院那邊的立場 他們講一個問題 就是說 第一 那個台灣屬於 美國總統的佔領地 那我 法院這邊 實在是 無能為力去處理 行政部門 應該去處理的問題 那我美國法院要尊重行政部門 所以華爾基安 割製待審 然後他把 這案 的結論 分給誰 分給美國的行政部門 跟國會 跟他講 台灣的人權有問題 這樣而已 但是他這案他不審 他為什麼不能審 因為他尊重行政部門 然後他也要尊重國會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所以 法院這邊的意見是說 這案應該由美國總統跟國會來處理 那不是我美國法院能夠審 因為我審了 我也 那個是佔領地的政務 那個是我美國法院可以處理的 其實也不行 那因為佔領地是用什麼 是用戰爭法 然後是用萬國公法 也是用國際條約 舊金山條約 他這些條約 所以 你站在美國法案的立場的時候 他實在沒有那個權力 他做壯財 誰跟你裁下去 所以他這案就是 擱置代審 但是他有把這個擱置代審的狀況 這個案子轉給誰 轉給 美國的行政部門 還有立法部 就是他的國會 所以美國總統跟國會都 確定了 他們都有收到 我們這個Petition Denied 我們這案的 Case 就是台灣人權的告訴 那他就要藉這個控美案來處理台灣問題 那他用什麼角度來處理台灣的人 台灣的人權 所以你要記得人家這樣子控美案跟台灣的人權是相連在一起 這個我要跟各位講我們昨天為什麼遊行 然後美國再來會怎麼處理我們台灣的這個台灣民政務 是台灣政府 他就按照人 人權還有控美案 所以你要把這個什麼 台灣民政務 台灣民政務 這個理應子安 你要把他拿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原告 就這樣子 你知道嗎 他是原告的代表 你現在就在他的旁邊等就好了 等美國那邊的正式通知 你也給他等了 就是這樣子 那你法律文件你就要看得懂 有嗎 這個第二案裡面說的大特 Ratio CS令 Julian TA令 台灣keyboard government 有沒有 Ratio貴王 他現在 現在存什麼人 Julian TA令 就是零子安 這個非常清楚 這是法律規定的 這案在最高法案 這一邊有 PT恤警戴 他這個PT恤警戴是什麼時候下的 2017年的10月2號 他就說這一案 各自代表 這個陳情案我現在不做決 我不做 就是 跟他裁定 但不能裁員 我已經跟你講 因為這個屬於 佔領地的問題 應該是由美國總統跟國會來處理 那不是我法院能夠單獨下政策 因為這 因為現在還在建政黨黨 這個不是法院能夠講 這應該由總統國會來講 因為這屬於佔領地的政策 我美國 法院這邊我應該是尊重總統跟國會 還有國王部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這案就 戈制代審 但是戈制代審 他有沒有把控門案裡面講的東西轉給 美國總統跟國王部 跟國會有沒有 有 有 他們那邊都 懷疑著存檔 那寫在哪一邊這裡 This project for conference for 2017年9月20日 他就把這案你知道嗎 This tabutus 什麼意思 他把這案分給 相 就是 相關的去討論 相關的議會去討論 就是說他有什麼 他給國會 他給國會 給相關的部門去討論這個案 他就說這案是屬於 台灣屬於美國總統跟國會的佔領地 這叫你說你應該去處理 這不是我法院能夠 我能夠解決 那所以 他把這案分案之後就 批進去deny 他就不慘 他就給你 割製代審 這案是軍事法庭去處理 這個不是我美國法院能夠單獨處理 那其實站在法院立場是對的 所以這案割製代寫是沒有問題的 他什麼時候要審 當美國的軍事法定義外 他其實就要審了 你看我們三月底那個時候蔣介石228破壞台灣人那些東西全部都要公開 200那些問題 200那些問題 包括政府改正做一些在台灣 遺憾的問題 人家全部都要清探 你是清不完後 台灣的什麼問題都起來 還有你連你台灣人的國籍你也被篡改 你看整個都起來 所以美國要處理台灣問題是針對用人權的角度來處理 因為你台灣人沒有政府 你沒有國籍 然後你被蔣介石非法篡改 你應該有的政府跟國籍 所以我要 法辦 那你怎麼法辦? 軍事法 就法辦 就這樣子 我到底來處理 那共美案有三件 第一次共美案 他有兩次我有講過了 那結論就是64年來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無國際社會承認之政府 人民生於政治戀優 承認美國是台灣領土的佔領者 要求行政單位主動協助原告訴求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屬於人權問題 沒有錯 台灣人無國籍 然後你沒有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然後人民生於政治戀優 這個是不是人權問題 沒有錯 這一看就是人 人權問題 所以第一次共美案的結論問題 都是台灣的人權問題 所以 這個是美國國防部要的答案 美國國安部要的答案 台灣的人權問題 沒有錯 那就是 共美案的 核 最 核心的基 核心的問題就是 台灣的人權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次的共美案 那結論什麼時候 他是大概2017年大概10月2號的時候 我們前面看的時候這個是10月2號 2017年10月2號就有個結論 Pillin Deny 那裡面就有講一些結論 然後國會都知道了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那邊都有 都有這個檔案的存餐 然後他們按照法律來處理 然後這個第二次共美案裡面的結論是什麼 第一個 美國高層法院認定日本具有台灣潛在管轄權 然後第二個 只有日本能給予本土台灣人國籍 本土台灣人的國籍應是日本天王成名 三 主張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開羅宣言是一張廢紙 是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是中國的中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以 明確承認 於1946年變更本土台灣人的國籍 已經造成本土台灣人喪失國籍的傷害 5 聯合國無法給予本土台灣人國籍 本土台灣人不得依據聯合國憲章人民 自決要求公投獨立 第6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日暑美戰 你看得到嗎 前面這5個講的都是什麼 你台灣人的人權問題 包括你沒有政府 你沒有國籍 其實就是繞了這些在打 還有你台灣是政治電力 其實第1次共美案跟第2次共美案 他有點雷 他有點雷頭 他其實有點像 那只是我們講第2個問題 為什麼要告第2次 因為既然第1次跟第2次這麼的像 那為什麼還要再告第2次 那我在想一個問題 第1個 第1案跟第2案的差別在哪裡 差了多一個原告 多一個零子安全 他來當代表 那個時候我聽說2014年的時候 Roger就知道自己身體有問題 所以他又找了李英子安當 就是第2個原告 萬里有三長兩短 那可能是美國國外部幫他安排 不管如何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有第2次共美案 然後還有 我們第2次共美案 裡面 有 有確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中華民國也拉進來 因為他造成了我們台灣人的什麼傷害 所以這樣又卡到什麼 球場問題 人權球場的問題 所以我告訴我 為什麼又告第2次的共美案裡面 就是主要的兩點 第1點 他加了一個原告零子安 然後又加了什麼 然後第2點是什麼 就是中華民國造成台灣人的傷害 然後 美國那邊的意思是說 中華民國要負主要的責任 那他 怎麼要負主要責任把他消滅掉 他錢要被人 這樣就對了 他把他所有東西都吐出來 他被人 現在這個台灣人 他就把中華民國都撐住 然後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搬到哪邊來 搬到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信託架構 所以為什麼又告第2次的原因 因為卡到人權球場的問題 然後還有說那個繼位政府的問題 你這個中華民國政府沒負責任 什麼人要來責任 台湊民政府 要來責任 所以他用第2次的共美案就掛責 完你就在這裡 所以第1次的共美案跟第2次的共美案 只要是插在這一邊 插5個再加一下 因為那時候 娜娜知道自己身體有問題 我知道這應該是你的安排 他知道我身體有問題 他那個時候其實就知道自己是cancel 我記得他2014年他就知道 那是後來我們才知道 聽說2014年他就身體有難 然後又主要 然後還有就是 又提了就是人權球場的問題 在哪裡呢 這裡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而中國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已經明確承認1946年變更本土台灣的國籍 已經造成本土台灣的喪失國籍 這句話是重點 他改我們的國籍 所以主要責任誰要去付 中華民國要去付 那美國就會把他消滅掉 把他所有的財產都給他擦亂 把他處理掉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 美國要處理台灣問題 他一定要合法 那怎麼合法 把中華民國都變非法 然後把中華民國都清盤 然後再造一個合法就好 那就是台灣政府的信作架構 我前面就講過這個東西 我就不講了 你們應該都有這個概念 你沒有聽我前面的演講 美國這個意思就是要把中華民國清盤 清盤完之後受一個台灣 台灣政府 這是為什麼第一次控美案 控美案為什麼有兩次 那我們要講控美案對台灣的衝擊及影響 兩次控美案法律 證據整理的總結是什麼 第一次控美案 64年來本土台灣的無國籍 無國籍社會承認之政府 人民生與政治戀利 承認美國是台灣領主的佔領者 要求行政單位主動協助員工 我說這個你最好把它背起來 我跟你說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是高等法案的裁決 裡面他講了一些重點 他有把重點都條列出來 但是他不審 他為什麼不審 因為他沒辦法處理 因為他知道你講的是對的 可是他就講一句話 我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那誰能不能幫你處理 行政單位 美國總統 跟國會 軍事政府 他才能幫你處理 他也要想到相關的法律 比如說台灣關係法 我說你啊 美國法院要不要尊重台灣關係法 他也要 因為那是美國總統國會 他們 他們的法律 那所以 法院這一邊他也沒有 獨自 認定的權利 所以他把這案 的結論又給 美國總統跟國會 就請他們按照法律來處理 那按什麼法律 跟台灣關係法來處理 就是 美國你要守法律來處理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第2次控告 本案由林志生 林子安 台灣民政府 你要記得 這三個 在美國 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 提出控告 美國還有中華民國案 然後他的裁決的結論是 美國高等法院認定日本具有台灣 潛在管轄 二只有日本能給予本土台灣人國籍 本土台灣人國籍 應是日本 天皇成名 三主張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開頭 宣言是一張廢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聯邦政府 而中國的中華民國聯邦政府 已經明確承認於1946年 變更本土台灣人國籍 已經造成本土台灣人 喪失國籍的傷害 聯合國無法給予本土台灣人國籍 本土台灣人不得依據聯合國 憲章的人民 自決要求公投選舉獨立 六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日俗美戰 這個你稍微要背一下 你都要記得 因為這裡就是重點 你要記得那個法院裡面講的幾個 因為這一些結論 人家美國總統跟國會 現在要來做 他也會按 按照高等法院我們講的 這一些法律事件 他們來處理 那我們總結就是什麼 兩制控美案 跟台灣的國際人權 列進款 你想要一起來 台灣人 人權 跟兩制控美案是相連結 然後我們講控美案的目的 他有什麼衝擊 讓美國親中國難民及國民黨政府中華民國的勢力 無法干涉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因為這一案已經 入美國最高法院 美國政府必須 依照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形式 控美案有類似美國政府內部的行政訴狀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內部有一批人還在阻止中華民國 他就明知道中華民國有問題 他也是肯定自己 當然我相信你太過分了 你就明知道他違法 你肯定聽 你明知道中華民國在台灣是違法 你要一直在相挺 那你是不是有收政治獻金 我們在想這個問題 你就明知道違法 你還阻止他 那你 那你為什麼要支持他 他中華民國在台灣沒有問題嗎 有啊 你們自己都承認有問題的啊 那你為什麼還在支持 那一定有龐大的利益啊 就這樣子啊 那因為 美國那邊也分做 兩邊 那一邊支持中華民國 一邊支持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這一批 所以我們台灣民族有這一批 但是沒有這一批你給我反對的 不是沒有 所以為了把這 兩邊的勢力做調整 整個美國法令裡面的勢力 把這個案定了 你知道嗎 然後由法院那一邊給總統跟國會壓力 那 台灣的 親我們台灣民政 這邊的 他就在美國就聽我們講了 他說你看 人家法院來涵 你看 你看 台灣的人權有問題 你們不能再挺中華民國 所以 所以你看 中華民國現在 美國國會都是小英明 沒有 人家不敢再講了 什麼關係 那個跟控制案都有關係 因為 因為人家法院已經來涵 你要記 在美國這個社會 只要法院一來涵 大家都很怕 遇到法律問題 大家都很怕 你如果卡到有法律問題 你就官司殘生 你一輩子不得翻身外交 你在美國那裡很嚴重 你說你叫我國 人家國會都國會國會是屬性 你真的是吃不完 兜著手 在美國都是這樣子 很麻煩 你卡到法律問題都很麻煩 你如果不是你看 人家法律問題就怕就好了 就只要去美國講一個笑話 我明天要帶槍去 學校這樣子 這樣就出問題了 是不是很嚴重 你卡到一岸就很嚴重 所以一樣 人家說這樣在美國 法院那邊 擱置在 大家就很怕 那美國國會那邊就不敢再請中華民國 為什麼因為再請 再請下去就是違法 你知道嗎 人家法院都來涵了 就是說中華民國是 非法組織 然後你還挺他 那你還挺他 那你會有問題 人家法院來涵都說中華民國他有問題 他侵犯台灣的人權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點 有沒有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而中國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以明確承認 1946年變更本土台灣國籍 已經造成本土台灣人 喪失國籍的三岸五王 那你還挺他 國會議員也不敢了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就在美國國會那邊全部都銷售 起碼全部都講台灣 他全部都講台灣他不敢再講中華民國 現在不敢說 因為我在講下去就會卡到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律 你懂那意思嗎 所以他們很怕法律的問題 所以他們都乖乖 現在你看 美國國會那邊通過的法律都全部講台灣不敢再講中華民國 他要保障的是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那國會那邊的態度也很清楚 好 所以你要會非常清楚控美案有沒有用 有用啊當然有用 再來第二點 本土台灣人民的基本人權確定被侵害 美國政府及中華民國台灣機構未避免賠償 和解案損失無限制擴大 但是又必須以法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美方設計的控美案使得 一 和解案的總金額有限制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其實我們這案是叫美國控制 什麼說的原因呢 敢有說一個人做不對啊 跟所有人說 我做不對啊 你如果想要背責的總部都來 敢有這麼慌的人 敢有騙你這麼慌的加害他做 沒有啦 一定希望說 你來賠償的時候 剛好 最好能夠越少越好 少賠一點 對不對 你如果犯罪的時候 你敢有把全世界所有人說 我犯罪了你來看 沒有人這樣啊 沒有人這麼慌的嘛 所以一樣 那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他針對這案就希望說 就是比較低調一點 然後你比較 低調一點 那和解金的金額也比較少 比較無限制擴大 4萬人來 辦新聞錢跟400萬人來辦新聞錢 差多少 差100倍 他要穿那麼多的金額就多100倍 他怎麼可能賠那麼多沒有他沒那麼多錢 他也不想賠那麼多啦 所以他希望你們都不知道就好 就有 象徵性的代表人 有來賠就好 賠賠就好 所以這案是受到控制 受到媒體的控制 受到各方政治壓力的控制 這我知道 我在裡面大十年 我很清楚 對 台灣民政府是受到控制的 有受到犯罪 第二個 在和解後 未來不會再受到台灣公民的追溯 你知道意思嗎 這案是否改調議 我們就說這案一定是否改 你議案還要來賠 所以這案是否則你要拒絕 請你親自朋友拒絕 多少無本也有 你如果看不就說 你南中英 那我只好算了吧 你要記得 跟你們家人盜辦 那還要緊 你如果聽話 跟你們家人盜辦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也一樣 2A就A 但避免制裁中國難民在美國起訴 產生無聊 及 無效訴訟 他也很怕有一些中國難民 我們台灣的中國難民 他們很有錢的在美國國國 所以整個時間 他都在最高反應來國國 他擱自戴神 所以所有的法律問題 我們這個什麼 佔領地的軍事政府來出 開軍事法律來處理 如果這個法律查到要 這樣這案就結束了 你知道意思嗎 球場的官司也結束了 那美國政府 以後就不會受到 台灣人民跟中國難民在那邊 在美國跟他 他剛剛人家美國很聰明 美國真的是超級聰明 他很聰明 是你很猛 你知道意思嗎 你笨 他聰明的跟鬼一樣 他很聰明 他聰明沒關係你看看就好 你後面就好 你也不能比他更猛 你要看得懂人在做什麼 人家背後在想什麼 後來是 決定未來台灣政府的台灣關聯 因為台灣民政府是本土台灣公民 日本層民才有法律資格 任台灣政府關聯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問題 那中華民國既然是非法的 那合法的台灣政府 應該由誰來組 當然由台灣民政府來組 那台灣民政府是誰組的 美國軍事政府組的 所以叫做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府就是台灣政府 就是這樣 所以人家美國把這個案全部設計好都設計好了 人家說幾個 穩搭搭 舌子去武漢 看 社交路也好 還是你都看不 因為你沒有研究 你要好好的 你好好去把這些法律都看 這個案子都設計好了 喔 再來控美案明顯受到外來的力量介入 且 有效控制 台灣民政府從政治角度而論 就是美方控 控制控美案的政治工具 因為台灣民政府是美國政府設立的基金會公司 因為 美方設立的 因此美方可以控制台灣民政府的速度與政策 好處而論是使命必打 台灣國際地位必定正常化 所以說 台灣民政府 你包括台灣民政府 本身即使是受到 美國政治力量的干涉 還有保護 我說干涉 然後他也是一種保護 那個他就會照說他本來的預定計劃在走 所以我們這案子都把你設計好的 人家都幫你安排好了 那其實你也不用怕 那美國有他們的角度跟 他的schedule 他們會照這個流程來處理 所以你也安心 我說 你說 你說跌數 等你也是 我說的是在外 好再來 第二個就是 第二張講 美國 政府神經錯亂的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是合法政策 我覺得美國內部之前很亂 但現在好一點 他們統一口徑把中華民國都消滅掉 我想現在好一點 但是你說中華民國有沒有在美國那邊動作 我看多多少少都有 所以要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美國國會那邊的口徑 是不是 一致對 他的槍口對的方向是對的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美國國會那邊的議員其實有一些人 其實本來也是支持中華民國 只是 最近我看全部都轉向 大概這三年 從川普總統上來之後 槍口全部都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本來還有一些支持中華民國現在都消聲了 就是可能會不會影響 那我們來講 裡面一些東西 美國政府神經錯亂的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是合法政 我們來看三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就是 蔣介石的中國代表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非法出席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 因此 蔣介石的中國代表 被聯合國2758號決議 因為違反占領中國的 聯合國代表席 被立即轟出聯合國與相關的聯合國組織 所以說 中華民國在1971年被驅逐出聯合國 人家在聯合國的時候就不承認 蔣介石的這個中華民國 是合法政府 所以 所以中華民國就被人家 驅逐出聯合國 一個喪失他在 國際社會的國格 人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合法政府 變成一個流亡的中國組織 那是聯合國2758號決議 再來就是 美國要跟中國關係正 正常化的時候他們就簽了什麼 中美三個公報 中美建交公報 1979年 1月1日 正式 中美建交公報 他裡面就講一個重點 美國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此一立場 就是 美國承認一個中國 是哪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中國 那我們台灣這個中華民國是什麼 是一個流亡的政典 以後當地被處理 那 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 跟三個公報都強調 然後他又跟他寫了一個什麼台灣關係法 他就說要定位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 他裡面又說一段話非常重要在第2 第2條的部分 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第2條 由於美國總統以忠實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 在1979年1月1日前 美國承認為期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 美國認為有必要制定關係 有沒有 就是美國總統他們也不承認 中華民國是一個政府 你知道嗎 美國也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合法的政府 然後美國只有承認 世界只有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台灣這個中華民國變成什麼 他的台灣關係法裡面第10條 就是台灣機構 我上一場演講有講 麻煩你去聽 我去台北做演講 我裡面有講到這些東西 再來就是美國及國際社會都認知 治留台灣的非法政權中華民國 不是一個合法政府國家 可是美國政府卻繼續縱容中國 中國殘存政權中華民國 是台灣人民的政府及國籍 甚至在台灣舉辦中國民選總統的政治活動 屢次引來合法中國政府 武力犯台的危機 即身為台灣主要占領全國的不必要麻煩 美國政府等於搬了一塊臭石頭狠狠砸了自己的家 這就是你說的這個過程 雖然說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 的一個中國政策跟聯合國國際社會都不再承認我們這個重要 但是 但是 他用一個台灣 台灣關係法繼續管台灣 然後又縱容 中華民國 到現在 就是說國際社會都不承認中華民國 但是美國用這個台灣關係法繼續 維持中華民國的政治生命 放在台灣 變成什麼 中華民國台灣機構 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當然他也是規劃的 他也是有問題 所以他將 將它變成一個民間機構 叫做台灣機構 你知道嗎 所以什麼叫台灣機構 你改為台灣關係法 第10條 幫美國總統在 固守台灣的一個 政治機構 叫做台灣機構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機構 中華民國 什麼人請 美國總統請 起碼有法律身份是這樣子 他不是一個國家 他不是一個合 合法的政府 然後 他的中華民國國民是一個 沒有用的國籍 他是無國籍 你既然現在台灣人無政府 又無國籍 然後又有林志森的控美案 那人家怎麼處理台灣的人權問題 當然用法律來處理 那有什麼法律 軍事審判 所以我說台灣一定會 軍事法定 這個 控美案一定會被 那個什麼 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 把他拿 都把他拿出來審 審理台灣的人權問題 所以兩制控美案 在最高法院那邊 最後會被提審 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 他就會提審這樣 他說你台灣的情況 你沒有政府 你沒有國籍 我美國軍事政府 我幫你 然後他就幫你成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你知道什麼 你現在台灣的問題 你就改變 這樣懂得懂 我們一年 你一年 所以這個整案 人家都有安排好 那我不知道 你各位有沒有看得懂 所以 美國 現在改了啦 當然他以前做得不好 他承認中華民 他承認中華民國 四十年 到最近這兩三年 我一定沒聽到 共和民國 美國國位的聲音 現在美國國位那邊 全部都講 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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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在 支持台灣 他沒有支持中華民國 那至少他的 口徑改了 但是他 以前 神經錯亂 你美國政府 你是承認一個中國的 然後 你在台灣又創造了另外一個中國 那你什麼意思 對不對 還要讓我們台灣人去選中國的總統 那個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啊 所以我們是台灣人去幫 去幫人家選中國總統 我覺得台灣人 他把他承認中 那你為什麼 因為你拿了這張中華民國身份證 那你中華民國身份證去選的是 中華民國的總統 中國總統 對啊沒有錯啊 所以麻煩你大家 你都承認嘛 你把你的新聞證拿起來 你說你台灣人 結果你拿 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那你選的是什麼總統 那我可能選出台灣總統 那是中國總統 那是中國總統 你用中華民國的法律選出來 不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對著鬼 對吧 又要好好去想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再拿到中華民國 跟你說中華民國要插他政府啊 那不是合法的政府啊 你自己要想清楚 那個 政府跟以前 台灣以前是做 土匪的因為 土匪 我們讓台灣人應該有一個台灣政府 結果他把你蓋住 他把你做做 中華民國 就是你台灣的政府 所以他叫做強盜 他也是竊國 知道嗎 所以 就像國民黨的人說 日本竊戰台灣 不是啦 是中華民國竊戰台灣 那才真的啦 那是查到政府啦 台灣人現在的毛病人 認罪罪罪罪 他把中華民國 動作自己的國家 所以台灣人是說 小鬧小鬧才會判 無法自救 所以這叫政治戀慾 知道嗎 簡單講就這樣子 然後 中國人 中華民國人 逃難到台灣 就是會變成台灣人 你胡扯 來來來 我們來看 1949年 蔣介石 中華民國 國民黨政府 百萬軍民 因中國內戰 敗逃 大日本帝國 台灣 當時的 講 當時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殘兵敗將都是中國籍 在法律上是絕對沒有 在太平洋島上的領土 例如關島 那就會變成美國公民或美國人 不可能啊 你不會說因為 你中華民國人 你坐著附難 不管你附難去哪裡 你記得你永遠都是中國人 你如果沒有入籍 你永遠都還是中國人 所以你不會說因為你 中國人 然後你跑來台灣 然後你就會變台灣人 不可能的來 我如果沒有台灣國 你入籃 我也沒有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未來只有台灣公民 我們也不會加入中國難民 所以我們就要講一個問題 你中國難民你不管 逃到哪裡 你都是中國人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不用說我要逃難到哪裡 那我就變台灣 麻煩你逃難對象逃好一點 你要逃到美國 你要去當美國人 你知道嗎 你要跟美國說 我現在要逃難到美國 我要當美國人 對啊 所以你如果中國人 逃難來台灣 那你會變台灣人嗎 那我再問你第二個問題 你也不可能變台灣人 因為我們台灣有人的 台灣什麼人的 台灣我們原主黨 我們的國家 叫做台日本國 我有一個 大日本帝國 台灣總督 我是天皇的人 叫日本臣民 皇民啦 你們好國孫國 皇民 對啦我們都皇民 你什麼 你叫難民 你知道嗎 你叫中國難民 我們日本皇民 日本臣民 你才奔吐台灣人的國籍 我們有國 也讓你回到你的國 你的國就是中國 那是你自願離開中國的 那是你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們當中國人 你們當中國人就好好回去當中國人 你知道嗎 你如果說我要落葉歸根 我生不中國人 我生不中國人死去中國人 那是最好的 最好的你現在就都好回去 對吧 我很樂意承全你 回去當中國人 你當中國人就好好當中國人 你不要說 我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 沒有那一種人 我又是德國人 我又是美國人 沒有那一種人 你知道意思嗎 你只有一種人 你叫做中國人 你是逃亡到台灣 所以你叫中國難民 你要認清楚自己法律上的身份 那個才要緊 所以你在台灣的中國 你要認清事實 你是中國難民 我們在本土台灣人 為了國籍日本成名 或華民 我們要成立我們台灣人 自己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 就是台灣政府 美國基督政府會主動幫我們 就這樣子 所以蒋介石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的300萬中國難民 是屬於自願出逃中國政府的中國難民 Chinese 組織的中國 殘存流亡政權 中國難民西彎彎的國籍 絕對不是美國人或台灣人 那因為你是自願流亡 你本來是屬於中國 華人是屬於中國籍 屬於中國的難民 現在是台灣 所以你不會說因為你是中國難民 就來我們台灣 你變台灣人 如果說你這一點能夠通 麻煩你逃到美國 或逃到瑞士 那你好 那你如果這一點通 麻煩你倒去美國 去做美國 我沒話說 不然你 逃到瑞士去當瑞士人 我告訴你 你現在逃到全球哪裡 人家都把你當中國人 因為人家不會 歡迎歡迎中國人 你知道嗎 所以 你逃到哪裡都沒有用 你還是中國人 所以麻煩你回去好好當中國人 這就是我們這麼說的 所以你不會因為中國人流亡到台灣 70年 那你就會變台灣人 不可能 那你不會因為流亡到美國100年 你就變美國人 有不可能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各要會講得清楚 我們說一個民族 流亡全世界最久的民族最有紀錄的 猶太人 猶太人有好幾次的流亡 他第一次的流亡是在哪裡 在雅各時代的時候 他有一個兒子約瑟入埃及 然後他流亡了400年 跟我們台灣人一樣 流亡400年 那流亡在 我不知道 以色列這個民族流亡在埃及的時候 他有變埃及人嗎 沒有 他還是以色列人 他屬於外邦人 你知道他意思嗎 他也是在流亡 所以你如果看以色列這個民族 那你看你中國難民在台灣我們70年 其實你的狀況也是一樣 你也是在流亡 你流亡 你如果現在有機會回去就要回去 所以你永遠遠世世代代都是中國人 你跟那個以色列民族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回到你的祖國 你要看看以色列流亡400年 所以你要非常的清楚流亡 不會就地合法 所以一樣你這批中國難民 你不管怎麼流亡你還是中國人 這我們要講個實話 然後還有一個 你看 然後以色列第2次的流亡是什麼時候 就是 他把亚索基都定世了 叫羅馬滅亡 羅馬就把以色列全部滅亡 然後把他們全部都 滷走 滷到哪邊去呢 滷到 歐洲的很多地方去屯墾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 猶太人就開始流亡 流亡到歐洲 那第一站流亡最多是意大利 羅馬那裡 當然因為羅馬最繁華 所以有一個人就跑去這個 這個什麼 羅馬 一些 一些 猶太人就跑到羅馬去 那還有到希臘半島 所以很多 猶太人就流亡到歐洲 從中亞流亡到歐洲 他流亡了多少 流亡了2000年 但你要記得他流亡了2000年 他還是以色列人 最後他們還是回去見國 所以那批中國難民在台灣 就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以色列人 他在等待 復國的機會 人家說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 他就有一點像這樣 他在海外流亡是要 製造一個機會 說我用反攻大陸 當然我覺得 按照中國的狀況 你們要反攻大陸 你們回去 你們的問題也是一樣 因為你們的問題不是反攻大陸 你們的問題是 所以你反攻大陸也沒有用 國民黨跟 共產黨都一樣 所以你們的組合 不合 你們的中國人 如果是 贊助相機 你們怎麼做的動都亂七八糟的動 所以 你們中國人 關你們自己人都關不了 因為你們 你們還相信 中國 五千那種 混蛋 你就住在那裡 我說 中國人 你的組繩留名 沒有一個好的名 你知道嗎 那都是漁民政策 你的組繩都把你騙 你這裡拿你騙的名字去騙 那就是中國人 所以你們中國人都一家豪小巡 你們組的那個政黨都跟 差辣一樣 土味一樣 所以你國民黨關中國還是死 共產黨關中國 你也是死 一樣 你們中國人沒救了 你們要承認你們沒救 你們才會救 知道嗎 這就是你們中國的狀況 你們沒有救 就這樣子 好像 賺五萬肺 沒救 你要死 你知道嗎 中國人的名字 如果沒有自己改變 你就是死 我告訴你 那種文化是要滅亡 你如果不是 你現在說 阿強你關也一樣 我告訴你 你國民黨關也一樣 你民進黨關也要關養 你中國人生 沒有一隻好鳥 你就像人家而已 他就沒有一個人做得好 這是中國人 不管如何 反正你們中國的問題 你們自己要回去 採訪 自己去檢討 自己回去解決你們的問題 我們台灣人的問題 也很多 我們自己要解決 麻煩你們回去 我們要解決我們台灣的問題 麻煩你中國很清場 來 我給你看一下 這是你們的央視 你能去相網路看 他就說你們這個央視 說的 彎彎回家吧 人家 共產黨也非常清楚 你台灣這 三百萬的中國 中國難民什麼行為 你屬於中國的 然後在台灣流亡 漲天嘴巴在講反共大陸 所以 人家 撒爛了 要把你們全都領著 所以他就告訴你 彎彎回家吧 陸記對台 26條 央視主播加碼 溫情喊話 彎彎回家吧 那就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 回來回來 你這個中國難民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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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記得你流亡七十年 你還是中國難民 像 郝伯順大陸 我看那個就不是我的人 我怎麼看他就像中國人 那個土耳 那種 很阿伯的那種 我看那個就像土耳 對啊 像 豪農賓 我怎麼看就不是我的人 因為那一支櫃都很 很豪小 他很爹 那就是 中國人的櫃整個都在人騙 那櫃整個都在人騙 我看這個人就在中國人 差不多都這樣 中國人十個人夠的騙 就那個聲 我的說出來就是爹爹的 對 整天櫃 櫃櫃就是要說一些豪小的 你甘平 這就是中國人 所以我看中國人 這個人就是中國人 那一支豪小櫃櫃櫃櫃櫃 就說那些有的沒有的 說一些有空不順 我三個不順 他最好什麼 他最好什麼東西 他要叫你聽他 讓他利用 知道嗎 你去做泡泡 把人家這樣撕不下去 這就是中國人 所以我看到他的生活很了解 我聽他說話說幾句好就知道了 大家要把人家撕不下去 我以前就知道 所以你回去 你這個民族實在是很危險 嚇得多 都帶來一些疾病 病毒 混亂 戰亂 一些東西 最壞的都你中國人知道 你都知道一些 所以人家怎麼會歡迎中國人 所以你們中國人自己檢討 你的國家 你的文化 你的國家到底是 發生什麼問題 我覺得你的問題很大 那 總而言之你們就打包回去吧 因為你是流亡難民 當然這叫法律來處理 反正你們自己要非常清楚 你就是中國流亡難民 你永遠不會就地合法 因為我們日本這邊法律很嚴格 你如果日本成民絕對不會讓你入籍 你知道嗎 那個很嚴格 日本的法律很嚴格 你要拿到日本體很難 我告訴你現在要拿到日本成民的國籍 你一旦把 台灣的日本成民的國籍放掉 我說你還要回來嗎 我告訴你很嚴格 為什麼 因為今天還在戰爭當中 這裡是淡地受保護 所以你不是說 我要變台灣人就變台灣人 看你 看你沒有 只要我們日本成民可以當台灣人 你是中國難民 這就是 世界被告知台灣是中國 中國台灣要世界認知台灣是台灣 這是 這有病 所以 中國台灣 中國台灣 是中國非法 殘存政權 流亡在台灣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問題 那就是 中華民國非法變更台灣人的國籍 然後造成傷害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再見 澳洲 那美國一提省 中華民國一定完蛋 一定完蛋 這個準備要秋絕了 Report of China 叫做中國台灣 你把我們害的 你把我們站起來 是不是 中國 還是中華民國 竊戰台灣 沒問題 我沒話說 我既然不說 我們日本法民說的 我都問到很準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就是中華民國竊戰台灣 才有一個中國台灣 把我們台人拖下去 拿中國身份證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只能當中國官聯 拿中國身份證選的總統是中國總統 難怪習近平整天要無統你 這就是萬英 你知道意思嗎 這也是美國的不應該 你就說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結果你美國又在台灣造了一個中國 叫做中華民國 人也很慘 所以人每天都要武統就是這樣 這是中國 內戰的料 美國跟中國政府之間的問題 那叫做中國 中國殘存 政權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問題 當然這主要跟我們台灣人無關 但是 我們要講一句 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我們台灣人的國籍 現在走在哪裡 這才是主要的問題 我們要我們合法的 對不對 你這個 非法的中華民國 你不能變成我們台灣人合法的國籍 我們本來應該有的政府跟國 的國籍應該是要被保護的 那誰要來保護這件事情 美國軍政府要來幫我們處理台灣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人已經說過了 我們沒有政府 我們沒有國籍 我們現在有一個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目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我們台灣的政府 他是一個外來的中國流亡政權 當然美國有責任義務把他驅離 這陪人300萬中國難民要驅離 因為這是美國走在台灣這也是非法 這個也沒有法的依據 但是你說非法有沒有人做 有 我跟你說一件事 你說法律千百萬 千百萬條 我說特調法律都有人去翻 同的你如果說國制法都有人去翻 國制法 你也不要意外 如果有寫到法律 法律有寫的就有人去翻 所以中華民國他自己也承認了他非法 變更我們台灣人的國籍 變成中華民國 跟中國在那裡交流不清楚 造成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最愛 所以他要補 這個中華民國要補問答案 那就是國民國裡面的核心 中華民國是非法的 那美國總統國會軍軍事政府那邊在最高法案都有 得到這個 法律事實的證明 那他們就會按照這些來處理他的問題 就是中華民國是一個 非法的政 他講的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合法的政 然後你持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不是一個合法的國籍 你知道嗎?主要就是你說這個 說這個中華民國基本就算了 沒效 實際來說他叫做台灣機構 台灣關係法第10條 美國總統及 國會對台灣的相關法案是要保障 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們要講一個問題 你要為什麼?因為 美國美國最近對台灣通過一些法案 他現在說的都說台灣 他不敢再講中華民國 所以在國會那邊跟總統那邊 中華民國實際上是 被小贏 已經被消失掉 那中華民國的台灣機構 已經被美國法律判定為 不是國際社會承認合法的政府 啊這是誰判的 控美案判的 控美案最高法在裡面講的 所以美國政府不可能支持 及保障中華民國的台灣機構 的這個台灣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美國不會支持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台灣 因為這個台灣是很必要處理掉 那 中華民國台灣如果要被處理掉 那他要支持哪一個? 就是這一個 台灣美國軍事政府當局 附設的台灣民政府當局 為台灣政府當局 是 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要保障的對象 美國軍事政府及台灣民政府 都是美國政府法律設置的合法台灣政府當局 美國政府一定會請自己合法設立的台灣政府當局為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要講 一件事情 美國他會不會支持他自己設的政府 一定會 就是因為支持 支持 所以 才用美國法律下去設 你會給台灣民政府什麼人寫給你 實際是美國軍事政府設的 因為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那邊做註冊 這個法律是不是 那我問你 那是美國法律註冊的 那美國會不會自己 挺自己法律他的政府 當然會 當然會 他會按相關法律去 跟你設置 然後 我們再講一個 美國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台灣旅行法 台灣保證法 美國政府所要保障的台灣一定是合法的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當局 所以 他現在要保護這個台灣 到底是哪個台灣 美國國會跟 總統最近通過一堆法案 提供台灣的 四五個 我知道後面好像還有 還有一兩個法案要通過 那他 通過到底要保障哪個台灣 當然會保障他自己生的台灣 那他美國的法律自己生的台灣是哪一個 台灣民政府的台灣 這個台灣政府 才是真正的台灣 所以我說我前面 我演講就有講的 我們有兩個台灣 一個是中華民國的台灣 一個是台灣民政府的台灣 那不一樣 你如果聽不聽我前面的 前面的演講 有兩個台灣 當然美國一定會挺台灣民政府這個台灣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生的 是他的法律 是美國法律制 那美國法律生了台灣民眾 因為台灣民政府在美國 哥倫比亞 地區註冊 合法註冊 所以他一定會挺他 自己法律涉入台灣 好 第三台灣人民的國際人權 那我們直接按在爭什麼 控制按在爭什麼 台灣人權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人民的國際基本人權有下列三點 好 有三點 是哪三點 我們要叫 第一次控美案跟第二次控美案 內民說的名字 他內民說的一個 國際社會依法承認的台灣 我們現在台灣人沒有政府 所以 美國 總統 跟國會他們通過針對台灣很多法律 是要 把我們生一個台灣政府 要幫我們台灣人生一個 國際社會信任的台灣政府 所以這個美國總統跟國會會幫我們忙 他會幫我們社會台灣政府 那我們按照什麼法律 按照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跟台灣 台灣國安系法 還有一個什麼 舊金山條約 那主要我們設台灣政府的法律都寫在哪裡 台灣關係法 所以原則上台灣關係法是台灣民政府的母法 因為我們的法律是在那裡 我們台灣政府的設立實際上是按照台灣關係法來的 所以你要很清楚台灣民政府的母法是台灣關係法 他們幫我們設一個本土台灣的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這個美國政府台灣民政府就是台灣政府 因為這是美國政府設的 所以他一定是支持這個台灣 他絕對不會支持中華民國中國流亡政府 他不會去支持 所以你放心 人家美國所要保障的這個台灣是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的台灣 你要很清楚 第二點台灣人民的合法國籍及護照 我們的政府要先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 台灣民政府最主要的目標是要讓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浮出台面 然後幫我們設 這個什麼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政府 這個才是我們的核心 戰略要點 第一核心 我們要有合法的政府 合法的政府 那你有合法的台灣政府 才會產生這個什麼 台灣公民跟 跟什麼台灣護照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現在要先讓台灣政府起來 這是主要我們的戰略目標 不是要求護照 因為你連政府都沒有怎麼會有護照 你開玩笑 誰要給你護照 給你護照的人是誰 所以你這個台灣政府要先起來啊 你這個台灣政府如果起來的時候 那你自然就會有台灣護照 所以你要知道 法律的秩序 我們現在下一步要做什麼 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現在就是要造台灣政府 這就是重點 其他是屁話 所以你做 你要知道 我肯定第一核心 第一核心 目標開開 第一核心 台灣政府 你把目標鎖定在造台灣政府上面 這樣就對 人家美國國會跟總統 那個總統跟國會現在都同過一國法人 就是要幫你做台灣政府 所以你台灣民政策的同性 你要看得懂 你現在要做台灣政府 你要跟美國同調跟他配合 你要要求台灣政府 我們人權 我們要有合法的政府 你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 中華民國不是本土台灣人 不是 我說過 證明他是中國難民 你如果拿中華美國新聞前 你就證明你中國難民 那個 比 我們的林志森秘書長 2005年的時候 他 他說一件跟美國政府政府那邊 討論 他就說一個問題 我現在 現在 我都找不到你台灣人 就是 美國政府政府跟 秘書長說 我現在都找不到你台灣人 他說 我也是啊 我台灣人啊 再來 他就跟秘書說 你 你怎麼看得到你台灣人 把你的新聞前拿給我 我們的秘書就有把你的新聞前拿給我 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怎麼是台灣人 人家美國軍事務就給他質疑了 你那個是台灣人嗎 他這樣講就沒有 沒有那怎麼辦 沒有那怎麼辦 沒有就教你啊 你要來控美 然後我才能 發一個國籍給你 所以那個就是控美案的原油 控美案的原油是說話人說 既然都沒辦法台灣人 法律上啦 他現在看 你現在是住在台灣頭上的人 不是台灣人 你不要誤會 他就住在美國頭 美國頭上的人 做 非常多啦 他有那個從 墨西哥邊界造業的難民啊 南美做那些難民啊 你不要說這些難民造去 美國的國家變美國人 不可能的事 對吧 你那個國籍一定要合法入籍 還有問題我們沒有台灣國 你也說你也沒有台灣國 都沒有啊 我也沒看到半個台灣人啊 那怎麼辦 你來告我 所以控美案就是這麼來的 因為美國政府 他們的人 就跟那個什麼 就跟秘書就說這個問題 我在我們的法律看 我看不看台灣 你看看 連秘書長他都不是台灣人 一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拿出來的身份證 哇 真的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只能證明你是中國人而已啊 你又不是台灣人 他這樣說到的 比如說人 真的 我這張好像不對 所以才有產生抗美案 要叫秘書長你去抗美 你抗美後我幫你成立 台灣民政 我審判給你一個國政 我審判給你台灣公民這個國政 我想辦法 所以 所以 那個時候 我們抗美案 第一次抗美案 美國軍政府就幫林志生 幫我辦了台灣民政 然後也 趕快發身份證給你 他就說 我們幫你保證 你就照這條路 走下去 我們美國總統國會 會幫你們台灣人 終於有 我們現在終於有看到台灣人 為什麼 你有去 你的日式時代 的 戶籍成本出來 你都日本成名 日本華民 都幫你 這個名字 大政跟招呼 那個 那個就是日本成名 那就是 香港的台灣人 那個 你台灣人的國 真正的 國籍 那個的話在台灣政府的架構下 你的大日本帝國 日本成名 就是台灣公民 那個台灣公民權利法 裡面有規定 你拿大日本帝國 日本成名的國籍的人 就是 台灣公民 那些真正的台灣人 那些本土的台灣人 那你中華民國不是 你是中國難民 你要回去跟習近平統一的 所以你現在拿中華民國 身分證你要拿中華民國 這不是台灣人啊 不然你給你打開 立法要給中國 中國 中國 你黏一千件 證明你是中國人 立法要給中國 我們一起看看 你說你中國人 你每天說你台灣人 我就沒辦法看 那是法律上的問題 那不是你感覺 你知道嗎 那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流亡的 你屬於流亡政府的一部分 你流亡 台灣不是你的 因為沒有台灣國的 沒有台灣政府的 你知道意思嗎 如果我講這句話你就懂了 那個時候 美國紀錄政府人就有跟秘書長談過這個問題 你都沒有台灣人啊 對啊我要把你成立你現在台灣人的政府 所以美書長才去抗議 說他國籍沒用 叫中華民國投架他 就是這樣 他那個 中華民國那個 柴柴政府跟你台灣人都 改做中民國籍 中華民國籍你就是了 所以現在產生抗議案 抗議案就是這樣啦 台灣人民的合法國籍及 台灣人民的合法國籍及護照 當美國總統依法設立台灣政府當局後 台灣人民的合法國籍按照台灣公民權利法 美國法律及台灣政府 佔領信託架構 賦予台灣人民國籍 大日本帝國 日本成名為台灣公民 國際履行政見為台灣政府護照 所以你就台灣國際地位正常 正常 你現在台灣人你的國中也有了 你校外的政府也有 那基本上你就恢復你台灣國際地位正常的話 他做好民國在台灣就再見 拜拜 就沒有了 再來第三個 我們擺脫中國政治勢力 加諸給台灣人民內憂外患的政治電力壓迫 還給台灣人民安全及鬍子 台灣人民受迫承擔國際社會不承認的 中國殘存政權中華民國 是二戰後沒有善聊的中國內戰問題 並 霍言慘愛台灣人民 美方代理蔣介石國民黨 盜國集團 二戰後非法竊國台灣 以台灣官布解非法成立中華民國台灣省 台灣人民被迫成為中國殘存政 政權的競爛苦異 已於70年 是台灣人民的人權苦難歷史 亦是台灣的主要佔領 托管全國美國的羞辱 這是你說的 我們主要的問題就在這裡 中華民國非法篡改我們台灣的國籍 然後我們的政府變成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我們現在是中華民國 竊佔台灣 你記得我們台灣的問題是中華民國竊佔台灣 這個差辣政府強盜政府 這就是台灣的國際地位不正常的原因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把你扣不住 你還扣不住 變成什麼?政治烈獄 國際社會都不承認中華民國台灣這種異形 怪胎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台灣 你現在到底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還是兩個都不是 我看兩個都不是 你既不是中國 也不是台灣 你死了 為什麼? 因為 你講中國來講 人家有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你也 你也不是真的中國政府 你講台灣 你死了 沒有台灣政府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因為 台灣政府是美國總統要死的就是 美國軍政府台灣民政府才是台灣政府 所以你中華民國台灣 你也不是台灣政府 你死了 那你是什麼東西? 等得被消滅的對象 就這樣子 不然這個名字 你如果還看不懂 你要在中華民國再加過來 那你就被消滅 就是這樣子 那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法律問題 因為你中華民國台灣 你要 萬新自問 你是屬於中國人 還是屬於台灣人 我跟你說你現在兩個都不是 你既不是台灣人 也不是中國人 你死了 你叫做無國籍的難民 我說好的都真的 雖然你不一定告訴你 這是真的 你把你的新聞證拿出來 你每天都說你台灣人 結果你 你現在拿的新聞證 是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你死了 你完蛋了 我醜話都講在先 那真的是有問題 那這樣沒有問題 你說你台灣人 結果你的國籍拿出來 哇 怎麼是中華民國 你如果說你 美國人 結果你的 社會安全 整個打開是什麼 French 法國 你不覺得怪怪嗎 你敢說你美國人 不會啊 我如果說我真的有負責 我現在 我要負責兵 還是French French 法蘭西 就是法國 對吧 你現在在 住在 美國頭上 你敢說你美國人 我覺得你可能有賠 對吧 你拿著法國的護照 結果你住在美國說你是美國人 我就覺得你有病 那一樣啊 你說你台灣人 結果你護照 身份前拿起來 都 補負責 跟這個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敢好意思 說你 真的台灣人 你不要 負責 拖累 好嗎 還是 拖累 或是你真的 不會國文 不會拖累 中華民國是四個肌 台灣是兩個肌 為什麼四個肌 會等於兩個肌 你怎麼變 你變法康 你不要跟這個 中華民國跟台灣 你騙不開 你就死了 這就是台灣人 叫洗腦洗一個 拖累 人負責罪 人欺負責罪 就是台灣人 你看多高興 這是不是政治戀意 是不是國民黨的搞得很成功 跟共產黨的搞得跟 印度國人民是一樣的 漁民政策 搞亂 搞亂 你看我們現在台灣外面 都是從小的 打他 每天都說他台灣人 結果他身份前 拿起來中華民國 他 他就真的沒有看到問題嗎 你如果說他台灣人 你應該拿 台灣國的新聞證 還是台灣國的負責 靠腰 結果你拿出來 中華民國 結果你說你台灣人 我覺得那個病得很重 四個字的跟兩個字的 拜託你不要帶到財經博士 我說一下 國學就能分得清楚了 四個肌的 還可以等於兩個肌的 四個肌的中華民國 會等於兩個字的台灣 這個不用財經博士吧 因為可能我們阿嬤的 簽罪就贏你了 他也知道一個肌的 兩個肌的三個肌的 這個阿嬤 這四個肌的 跟這兩個肌的台灣 我阿嬤已經說這不一樣 因為我阿嬤沒有肌的 但是他四個跟兩個肌的 他分的成績 這兩個是不一樣 你不要這樣 連在簽罪都輸 四個肌的中華民國 會等於兩個肌的台灣 你有病啊 你知道意思嗎 你真的是有病了 你病得很重了 你如果這四個肌的中華民國跟兩個肌的台灣 你分不清楚 你才有病啊 你叫中華民國 洗腦身攻 你變這個什麼 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的 堂堂正正的 好國民 你知道嗎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他的努力 知道嗎 所以說我們台灣人的苦難就是人產罪別 你的台灣人 那你拿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拿中華民國 護照 然後你說你台灣人 我就覺得這個有病 這有病 你知道意思嗎 你好好去思考 你如果思考通 你整個腦就都打通了 你有知道阿嬤阿嬤阿嬤 中華民國是努力嗎 對啦 他就是努力的啦 沒有錯啦 100% 我們現在就要寫這個 台灣美國軍事政府當局 附設的台灣民政府當局為台灣政府當局 這個是美國軍事政府 這個是台灣民政府 我告訴你這兩個都美國政府設的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USMG TCG 就是 台灣 台灣政府新聞 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你拿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說給台灣人 這樣也說得對 這是 這才正常的嘛 我台灣人 我拿的新聞證是 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哇這樣對我台灣人啊 你如果說出力 還有一個台灣負責 你也知道 我就真的台灣人了 不然你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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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運動 喔 台灣國運動 ID卡 你說你台灣人 這個不才能贏 喔 啊你如果拿這個中華民國國民證 證明你中國難民而已啊 你知道嗎你這就是中國難民啊 百分之一百 對不對 他都說 好不算的清楚 他說你這都反民後裔 反民後裔 反民後裔 啊 如果台灣人是反民後裔 你呢 你叫什麼人 他是中國難民 他在中國 他就不要做 他不要做中國人 從 流亡來我們台灣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就是中國難民 那不是台灣人 那是中國難民 那不是外省人 台灣 台灣不是中國的意思 那是中華民國 把我們唱台灣 你知道的意思嗎 啊把我們唱完之後 他又跟中國那些政府在那裡 倒膠了 啊他也跟中國政府 台灣我們的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他要跟阿強的話 打他打他 他 他要騙阿強 阿強也順利於他 他就好騙 他在那補膠了 他在那補膠了 那補膠了 他把美國法打他 看什麼利益好騙 好 啊再來 我們在講 我們在講 所以你這個 但我們 我們實際上有一個問題 台灣人現在 這個台灣跟中華民國 分不清楚 這是主要麻煩的地方 你如果說你拿台灣政府身份證 你說你台灣人也有這個 還是說我們以後 有一個台灣護照 台灣政府的護照 你說你現在出 你一個堂堂政治公開台灣人 人家也不會誤會你 這就是台灣民政府基金會授權的當局證書 有嗎 35 gate of authority is hereby issued to TCCG foundation 有嗎 台灣民政府基金會 有嗎 所以你台灣民政府未來是一個 當 當局 當然 他現在幫你設基金會 再來 美國政府就會幫你 把你實體化 把你台灣民政府跟台灣政府都幫你做 還有台灣的美國軍 軍事政府 他都幫你做 那美國政府他們那邊有法違 依據就可以造政府 隨時可以幫你造台灣政府 就是這個 這就是 我說的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就是台灣政府 來我們看一下控美案 我們先看一下控美案 我們講的第1次控美案第1部分 第1部分 那他講的一些 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他第1次控美案的第1部分 他是控博回 所以我們有第1次控美案的第2部分 然後第1次控美案還有2件 這裡大概有什麼重點我們來念一下 189年4月17日 馬關條約 這應該是下關條約 下關條約 中國將台灣各讓日本 這個都講的沒有很清楚 但是不管 他裡面就是卷宗哪裏 第2個 日本1945年9月2日投降 日本代表在東京灣的戰艦密 密蘇里 號戰艦上簽署的投降儀式 同一天 盟軍最高指揮官 麥克阿瑟將軍發布 第1號命令 日本高級指揮官和所有地面 海上空中和內部的 輔助力量台灣向 蔣介石投降 是根據蔣介石一般命令 1號 蔣介石是一名軍人 中華民國的政治領袖 是盟國的代表 有前接受日本軍隊的投降 1945年10月25日 蔣介石在台灣的代表 接受了日軍在那裡的投降 蔣介石在台灣接受日本投降 和遣返 日本軍隊是 在美國武裝部隊的大力 協助下完成 古然而 舊金山和平條約並沒有表明對台灣的主權是由誰 轉移 6 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3條 將美國為主要佔領全國 中華民國政府作為其代理 7 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單獨條約 1952年4月28日簽署 生效台北條約 也沒有 轉移 主權 台灣從日本到中國 他只是承認日本 放棄了所有權力 所有前級聲稱台灣和澎湖 這個只是 日本國政府他放棄了什麼 他放棄台灣的托管權 都這樣 8 ROC被賦予權利 福爾謀殺和澎湖 和蔣介石只是被 要求為盟軍管福爾謀殺跟澎湖 並等待最終決定他們的狀況 9 原告聲稱這種狀況從未改變 美國仍然是主要佔領全國 對台灣享有 主權 並擁有其 領土的所有權 美國國務卿 柯林報爾 證實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不享有國家主權 只原告聲稱他們擁有美國國民的權利和 特權包括美國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 包括第一修正案的權利 請求糾正及不滿 第五修正案適用法律程序的權利 第八修正案權利以剝奪公認的形式及反對 殘忍和不正常國籍懲罰 和第十四修正案對 正當程序和平等保護的權利 11 原告聲稱他們是美國國民是依據美國對台灣行使主權 台灣人民欠美國對台灣擁有法律上的主權 永久效忠美國並擁有美國國民的地位 原告會讓法院解決一個典型的政治問題 提告美國 台灣和美國及中國之間 極微妙的關係 法院是沒有管轄權的 因為確定 誰對特定領土擁有主權是不可 有法院裁判的 他講到一個重點 你台灣所有權的問題不是我法院可以決定的 那你要去問問你台灣的所有權者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在找台灣的所有權者 想找找什麼日本條 下官條的 下官條的 你台灣所有權者 你台灣所有權者 先確定 你才知道台灣這個 地區人的 國籍應該是哪一國 你原本的國籍是哪一國 查查的 民治大政招呼 這不是日本天皇的人嗎 日本天皇的國籍 日本臣民 他叫做 不可能使案件不可審理 所以這案被剝毀是有些原因 由 美國憲法所列出有關政府 某特定行政部門 掌權詞 議題的明確條文 他其實就講了 你現在台灣 我在法律上 我找不出有明確條文可以來管 但是 實際上 有沒有 有 有一個台灣關係 所以後來 你有法律要遵守法律 所以現在處理台灣的問題就是 遵照台灣關係 所以他法院這個判的話就是說你要找到適合的法律來處理他的問題 所以也要說這樣 不然就用台灣關係法 然後第二個 限接法院所能發現或管理的標準來解決 因為 因為 法院那邊也沒有法院依據說你 你 這樣 應該怎麼來處理 只有找不到 只有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也沒有很明確說你 你這個台灣政府應該怎麼照 他也沒說 三 是 除非先前有政府明確的政策聲明 否則法官無法解決 你也沒什麼政策 沒什麼法律 他怎麼 怎麼 他也沒有辦法 是 法院如果試著單獨解決 導致 對 其他因參考其他行政部門意見的不尊重 所以說法院他也要尊重美國總統跟國位 然後還有台灣的問題 他問題不是我美國國位單方面可以講 我要看行政部門的狀況 還有什麼 國際局勢 四 三 是 法院如果試著單獨解決 導致對其他因參考其他行政部門不尊重自己第四 第五個 是有遵守一個已經確定的政策的必要性 他在找有沒有法律 有 其實就是台灣關係法 六 是涉及 因為許多政府部門對某一特定議題有各種不同說法 所導致的囧狀 現在美國政府他們在各說各話 但是問題你要找相關法律 最後他們就找一找 處理的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條約到台灣關係 十三 因此法院沒有判決原告投訴的司法管理點 所以我們這案給我們駁回 為什麼 他說我們這案不是我美國法院可以審理 那所以就是沒辦法審理 所以他抓捕又告第二次 就第二次 第一次的 第二部分後面 所以他又告 啊告的結論是什麼 地方法院於2008年3月18日 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原告於2008年3月13日 及時提出上訴通知 2 地方法院是否正確地認為 政治問題 原告禁止 原告聲稱他們因為台灣居住 而有資格成為台灣公民的裁決 不論假設這一 是否 回可行 原告的訴訟因為能提出主張而駁回 三 1978年卡特總統宣布 總統簽署1979年台灣關係法 從1979年1月1日起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並 正在與中華民國結束外交關係 總統的備案內指出 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國際協定 和現行 和現行安排 因繼續有效 卡特總統還強調 美國人民要保持商業 卡特總統還強調 沒有 官方 政府代表和沒有外交關係 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保持商業 無亂和其他關係 行政命令進一步詳細的美國與台灣人民保持 非官方 關係的方式 表示 批准美國和台灣當局在1979年1月1日之前 美國承認為期中華民國的主管當局 簽署的所有條約和其他國際協定 包括多邊公約 會繼續生效 根據台灣關係法 美國行使通過美國在來協會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 一個非營利公司根據哥倫比亞特區法律註冊而成立 該法規定在美國的美國對 的法律對外國國家民主 國家 政府或類似實體 也因考慮到台灣地位 台灣可以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外國 在 第五個 在 1982年美國和中國發表 第三個聯合公報 美國同意尊重彼此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 互不干涉內政 是構成美中關係的基本條件 自己看到我們第2次的控美案 還有第六 面對美國和中國之間多年和多年的外交談判和微妙的協議 法官指出自己有權對台灣主權做出政策 選擇數包滿 對他就講那個重點 我法院不能解決中國台灣跟美國之間的外交問題 他裡面還有外交問題 他也有戰地政務的問題 他還有國際法國際條例的問題 這不是我法院單方面可以講 因為台灣問題很複雜 那我不可以直接做財 因為不財還好 財的就會出問題 由於在台灣出生 原告聲稱非美國公民的國民 警察了美國法律明確規定只有出生在美屬薩摩亞或溫斯特島的人 根據出生地點才被視為非美國的國民 事實上 最高法院認為總統在國際舞台上擁有權權和獨家權利制 並且是聯邦政府在國際領域的唯一機構 所以你說的是你現在台灣的問題你要去找美國總統 最高法院有這樣講 那其實是對的 有這些要求法院確定是某一特定領土的國家主權問題的訴訟裁定 這樣的決心 政府法院在江城 訴 美國所解釋的那不是施法 而是政治問題 任何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門 決定對法官具有 決定性的約束 以及 所有其他官員公民和 政府 的同樣 S5里 明確表示 美國 明確表示美國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建交外交關係的習慣是 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來解決 這個也是個重點 我們不會用戰爭用什麼來解決 法律來解決 11 一般命令第1號 中華民國代表擔任主要占領權國的代點 也就是說美國並沒有 因為已經搬回 該機構或 台灣取代任何其他權利 道格拉斯曼克拉斯 一般命令第1號 真有效 既然條約 台北條約 以及其他的法律文書 都變更了台灣的地位 十二 美國和台灣 之間的關係 完全來自於行政命令 1996年825日 19 13 014號及 1979年的 台灣關係 這兩個 明確指出 無論實體中 擁有對台灣的主權 美國都沒有 美國對他沒有主權 他再來就是 第二次共美案 第二次共美案 什麼時候 2015年 那時候就是 林志生 林子安 和台灣民眾去過 一 1945年9月9月9月9日 相撫出 是根據半命令第1號 蔣介石是盟軍 是接受日本指揮官的 降輔 接受代表 5美國才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蔣介石中華民國是帶領美國佔領台灣 6中華民國 RLC非法在 1946年變更台灣島民的日本國籍 違反國際 7 RLC非法變更台灣人的日本國籍 本有台灣人民 成為國際社會 無法 無法推售的國家及國籍 他已經講得很白 這是中華民國非法變更我們大日本帝國日本成名的國籍 造成我們 現在的傷害 8 原告數千人集計會員 以行動指控RLC剝奪他們日本國籍 9 RLC是 美國的代理機構代表主要佔領全國美國持續 統治台灣 是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並要求國籍成為國 這講到重點 我們的國籍根本是什麼 日本產品 就是台灣公民 1946年台灣人日本國籍被剝奪是違反國籍法 1946年台灣人上市日本國籍不是違法 不是美國當局指使的 13 原告聲稱1946年被剝奪的日本國籍 是ROC指使的違反國籍法 這個沒有錯 林志生 台灣民政府及 習會員是本案的原告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15 蔣介石及ROC政府是美國在台灣的代理 是被告主要佔領全國美國的責任 16ROC是代理主要佔領全國美國及盟軍在中國的海外管理台灣並剝奪原告的日本國籍 勝利剝奪 這很嚴重 我們的國籍沒有了 18 1895年下關條約後日本天王從中國取得台灣所有權 19 1946年ROC非法變更台灣國籍 當時美國有阻止 該非法行動並不阻止這樣做 但是ROC違法行為 導致台灣人目前無國籍 20 1949年6月6日 根據美國內部備揚錄 台灣主權仍然屬於日本 21 1950年韓戰爆發 本來美軍驅逐ROC出台灣 後來因為韓戰終止 並宣布台灣海峽中立 並派第7艦隊保護台灣 22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中華民國及日本國沒有彼此簽署 23 國際社會聯合國主要佔領全國美國都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24 福爾謀殺及澎湖今天仍然屬於日本 25 中華民國台灣人的國籍今天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屬於無國籍 你完蛋 1961年聯合國整體宣布 1任何人要有國籍 2合法國籍不能被剝奪 所以他跟國際法跟美國法律都一樣 你的國籍都不能被剝奪 27本土台灣人民的國籍是日本籍 這個是大日本帝國的日本成名 他就講這個不是日本國 在台灣上的中國難民是中國籍 他就講到這些 重點 這是第2次控美案裡面講的 那第1次控美案跟第2次控美案基本上裡面講的東西都一樣 那我們這案要拖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回到一個我們的標題 我們昨天3月13號去AIT 去遊行主要是在談這個 我們台灣的國際人權跟 兩次控美案 因為兩次控美案裡面講的是我們台灣人的人權 第一個你沒有政府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所有學院 我們現在記得我們的重點是在台灣政府 你要幫助美國 想辦法我們要一起聯合 台灣政府 也要給台灣國際地位正常 我們這個政府心補起來 美國政府政府台灣民政府 這個台灣政府加國心 浮上台面 才會有你合法的國籍跟護照 然後隨之而來所有的審判 要處理台灣所有的問題 這個不愉快的問題 這都要考慮 所以你這樣法律都要很清楚 你至少知道說我們這案到底是在搞什麼 你要記得我們沒有政府 中華民國不是合法政策 我罵這是裡面那個控美案裡面講的第一個要害 你沒有合法的政府 那個時候 秘書長自己去問的時候 你跟那個美副君說 男美副君說你又沒有拔在台灣 有什麼 你說在台灣你心情拿出來 中華民國夭壽 那不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台灣人嗎 他就必須要害怕 我不是台灣人 你不是啊 你是 你是中國難民 你找他的新聞情 你拿著中華民國身份證說你台灣人 我覺得你有病 那因為是中華民國在騙你 中華民國在騙你說這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人 你有病 你就是要叫聲鬧 人家說國民黨有的聽哨子 你就是要講他的哨子變你的人 對呀 他跟中國人出一句話你騙啦 我跟他說現在 我說是政府在騙人 你要記得啦 政府那 當權者在騙台灣人民 騙這些人 騙你這五八生 你這棒才八生 你知道嗎 跟你騙啦 什麼 國民教育的都騙人 要跟你教訓啦 所以我們的 客綱都一樣 誰都八十歲 那個 那個客綱也沒講十萬 那個全部都在講假話啦 都假啦 我們那個不是 我們那個不是教育部 那是詐騙部 要跟你騙 那就對了 人家說國民黨有的聽哨子 哨子 現在就政府在騙人民 你聽不懂 中華民國那什麼 媒體一開出來的那裏好 那我都不想啦 事情不可能 太簡單啦 那個中國那個民族的 整天都騙這樣 當事當喜事辦的 就這樣子 把好的 把很壞的 都做好的扳掉 啊整天都在那 歌功頌的 講的有的沒的 所以中國整個忘掉 他們就一定會忘掉 因為 因為 中國的當權者都沒有去 正視老百姓的問題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就是權力的傲慢 他拿到管理 他就很壞了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權力的傲慢就變成中國政府幫 那中國政府的 最後的下場就是變難民 所以中國 現在政府還要變難民 一堆的難民要走出來 他要放開 這個是中國文化 所以中國沒有什麼文化 中國是個 是個野蠻國家 三流的野蠻國家 我說實際 你看你中國人做的政府 你的國家都生的關係 那些蠟燒政府強盜政府啊 跟 耶穌講的一樣啊 你的父是魔鬼 你說 毛澤東 我們也殺人魔紅 跟你們中國人台七千萬人 你把他當作國父 唱得也一樣的耶 他在台灣 親才在台也三萬人 我們台灣人的情侶又 不足耶 他也跟中國人台 兩千萬人的 你跟我說 這個 這個中國的講公 笑死 你的講公跟你的國父 都殺人魔紅 看到嗎 那就是你們中國人 人察罪的百姓 是一樣的 所以 你如果覺得國父的你不是覺得那些都殺頭 那是土匪啊 那是什麼國父 那殺人魔紅 那是國際社會都有拜託的耶 毛澤東 史達林 喔 蔣介石 是全球的三大殺人魔王 只有 只有這三個 在他的 名下四個人 遲過一年 一億五千萬 喔 我說這三個 台人 台人總是上來 啊這家都 變成 變成你的國父 變成你的講公 不怪你們的民族 你們的視野 我告訴你 人察罪的 嚴重 所以我說 我們為什麼台灣會有國際人權的問題 都是中國造成 所以 我們真的要離中國人遠一點 那些都帶來一些 非常 非常 可怕的後遺症 你真的不能讓中國人造出來 因為中國人造出來都變成什麼災難 一場災難 因為中國人本身就是災難 你知道意思嗎 災難的來源就是中國 最壞的都在那裡造出來 什麼 什麼那個 他們中國的內戰 最壞的 最壞的一個有名的 那個什麼 那個最有名的 那個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你自己去查 死一億的中國人 疑 疑的中國人就這樣被殲滅 才被丟養 你看中國就是最愛戰爭的 最愛戰爭的民主 那不是愛打 內戰就是對外侵略 這個民主很害的 反正就是 我會覺得 這是蠻準 他們那個不是優優 五千年 你把他 在數月的憲貴 每天都在笑 說他優優五千年 你把憲貴都在台南 都你把他騙的 都你把他滅主 都你把他滅火 這就是中國人 你看 中國人在境台 他走來台北 你看一樣 切戰台灣 他也跟你搶啊 他說我中國人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你看 中國人都一個 懷疑肉的 這個什麼 強盜 有沒有 他就打人外國 現在都懷疑你 懷疑肉的聲音 把喪事當喜事辦 這個民族 這個民族絕對朝天天 我跟你說 會發生 極大的災難 現在才開始 這個民族就很嘲笑 很嘲笑以後不去 面對問題 那個問題本來 本來沒有那麼大 你都一直說好笑 那個問題 無限膨脹 你知道嗎 你無限膨脹 因為你要講謊話 你沒有去面對問題 你要說 你有問題 把問題消滅就好 把它處理完就好 結果你都一直說白痴 麻煩騙不一直騙 所以那個 明明很小的問題 到中國都會變成很大的問題 你家裡 七上蠻下 你的文化問題 都要說白痴 七上蠻下 說麻煩騙你 你中國人說話都不想 大便 就這樣子 好 各位 你要記得我講的話 中國人講的話都是屁 這樣就對了 那你才會 自救 你現在要怎麼自保 遠離中國人 你就自保 中國人一定跟你騙 現在一定又在歌舞生平 歌功頌德 我告訴你 事情不是說人家最簡單 你看 俄羅斯跟北韓他們最清楚 馬上把中國邊界都給他封鎖 幹你講話你都不想 你的人都不要給我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 有什麼 人家 俄羅斯跟北韓對中共的理解 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他們每天在那邊 他們都不清楚 中國發生疫情的時候 馬上封閉邊界 你都不要給我來 這樣就對了 你說什麼都不想 我給你封鎖 我告訴你 台灣海峽可能也要封鎖 我告訴你 如果逼不得已可能要封鎖 所以你們 各位要看著辦 事情不是說人家最簡單 你要記得 你死 只要一件就夠了 你就死了 你只要一次死 那你就死了 就這樣子 生命是很脆弱的 所以你自己要自保 要很小心 做很多事情 你真的 剛才大事 很重要 你看我們台灣的很多問題 現在又要來 你看 又要來了 好 那這樣子 那我有機會 我 看在什麼地方 再講清楚一點 謝謝各位 各位要小心